525-11 牛肉 小辣子 山坡 大辣子 小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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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筋银饮料 看清水 瓜子瓜子 八宝粥 站一下啦 站一下 小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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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运开始了 异乡的人们都开始上路了 屁民们的思乡情比平时更浓了 他们从网上看到 从亲朋好友那听到 那些绿皮的红皮的蓝皮的 亦或是和谐的 地上的水上的天上的 都开始蠢蠢欲动了 无论你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 无论你是啃老族还是月光族 无论你有没有购卡 年终奖年底双新灰色收入 过年了都一样样的 换着回家团聚 从1954年起 铁道部就有春运记录 时间为春节前后15天 日均客流量73万人次 高峰客流量90万人次 而如今春运被誉为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 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 有30多亿人次在人口流动 30多亿 占世界人口的二分之一 相当于全国人民进行两次大迁移 中国春运入选世界纪录协会 世界上最大的周期性运输高峰 铁道部发布了2013年1月1日起 全国火车票的降价公告 条价区间位于五毛之四元之间 这降价的钱就像在长江里打了个鸡蛋 全国人民都跟着喝了这碗鸡蛋汤 每年春运 铁路运输是重中之重 铁道部采用基本方案 预备方案 应急方案 三套运力方案 分别应对 正常客流 高峰客流 和突发客流 如今铁道部为缓解购票压力 实行实名制购票 以窗口 网络 电话等多种渠道 分散购票人群 官方称 一票难求的情况 有所缓解 那做人呢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咯 买票早晚有什么关系呢 我给你煮碗面吧 煮你妹的面啊 缓解 好吧 排队买不到可以上网 上网买不到可以打电话 打电话买不到可以排队 排队 离火车弹 还有三站路 公交车司机就开始催你 要买票的朋友注意了 现在可以下车排队了 排队不行 那么上网 这是要说12306吗 唉 我可以说脏话吗 OK 不能 那么我打电话 95105105 一波一上 我此路不足 别逼我找黄牛 不用电话语言 不用车贷售后 黄牛已经步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用约炮神器来约票 为了买票 要什么解操 有道士 春雨虐我千百遍 我带春雨如初恋 招数用戒 神心疲败怎么办 只好记出 秒票大绝招 学去美帝国主义人民 春节无票回家 那好办 直接费证容 捡一袋A4纸 装丁后 直奔美国信访办 首回纸张 大呼一声 您不聊声啊 大人 话音刚落 开了一辆黑层面滴 钻出几个飞虎队 照着身份证地址 直接送您回老家 回家难 买票慢 可其实 中国铁路很快 太快了 快得像和谐号 一样电闪雷鸣 快得像PM2.5 一样陌路狂奔 中国太快了 请停下来 等一等你的灵魂 等一等你的人民 也顺便 等一等印度 因为那里的人民 还在排着队 买着挂票 那是千山万岁才能达身地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